如今一些开车的朋友带着孩子出行时啊 有的孩子会打开天窗 把身子探出车顶玩耍 在这里呢我得提醒大家 有一些车辆的天窗没有防夹功能 万一出现意外就麻烦了 前不久啊四川江游市就发生了一起车顶天窗 夹人的悲剧 一名三岁的小女孩不幸身亡 在四川江游市河口镇河龙村 记者见到了张冰一家 还有停在院子外的那辆肇事汽车 10月19号张冰开着这辆车 带着女儿玲玲从绵羊返回江游的老家 在路上她碰到了熟人 于是停车闲聊起来 女儿玲玲平时就喜欢玩天窗开关 所以对于玲玲的这个举动张冰并没有太在意 然而就在前后不过五分钟的时间里 意外发生了 这时张冰发现玲玲的脖子被天窗卡住了 孩子被抱下来之后脖子上有很深的印痕 人也没有了反应 张冰立即给他做人工呼吸 碰巧路过的一辆救护车也立即实施抢救 但是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据了解 目前国内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汽车天窗 必须具备防家功能 这一功能主要是各个档次的汽车 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汽车天窗防家还是不防家